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 那种种形态都已经很显著 而且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当然很容易了解 对年轻的小孩子 你不要一眼断定他没有用 不要 因为他还有发展 往往小时寥寥 大未必加 而小时候没有什么的 越来越行 越来越行 他会变化 第二摇跟第五摇 他也是相对的 二多玉 五多公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中国一开会 就想这件事情 是上级领导 他的指示很明确 他领导有方 我们才能够做得这么好 就是我们很习惯你 把所有的功劳 都归于上级的领导 我们中国人 不会去跟上级领导 抢功劳的 不会 因为你抢不够他 你要抢他的功劳 那你一定倒霉 因为你把功劳都做给他 所以他就给你一些赞美 一个老板会很放心的 去赞美工地主任 或者是生产线的一些老领班 他大概不会轻易去赞美一个经理 赞美一个科长 他不会 但是我们在这里 这也是要提醒各位 你应该看出来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那个示威标准 已经错乱掉了 我们把对的看成错的 一直骂 一直笑他 我们卡错的 反而看成是对的 你看糟糕了糟糕 你看今天就要有一个人 站起来说 这件事情陈蒙上级领导的 只是大家就笑他拍马屁 那有什么拍马屁 没有上级领导 你有天大的本领 你来试试看 因为你把功劳给他 他就知道你心中有我 根本的原因就是你心中有我 那我就放心的赞美你 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 是你自己的能力 你自己的本事 你所花的事情 所做的成果 那你试试看好了 我下次不给你做 我这些事也不会赞美你 也不会表扬你 你去看事物讲 三跟四是最麻烦的 三多凶 四多俱 你看那个三它是不上不下 四也是 你说它是上挂 它又跟下挂很接近 三你要小心 因为你从下挂来讲 它已经发展掉一个挂的最顶砖 无极必反 很快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而四呢 又是上挂的刚开始 你不知道这个变能不能变得很顺利 不知道 初 南之 二 多玉 三 多凶 四 多俱 五多公 上亿之 我们把这个去对照 钱挂 坤挂 或者其他的六十二挂 八九不离十 但是我一定要说一句话 一定有例外 易经如果没有例外 那就不叫易经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就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铁口之断 那都违反了易经的精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